嗨大家好 本节课程当中我们将学习 如何使用数据透视表 快速的统计 不同职位员工 最高最低以及平均应发工资 我们设计以下知识点 首先直区域呢 是允许同一列多次按不同方式汇总的 我们如何去修改汇总方式 以及我们不必要的总计 如何显示及删除 我们回到数据员当中 插入数据透视表 好确定 那我们需要按照不同的职位去统计 那我们把职位放到行区域 然后呢 我们要汇总的是应发工资 我们希望得到它的最高最低及平均 那么直区域是可以允许同一列多次汇总的 那我们可以拖一次应发工资 根据我们的需要 再连续拖两次 由于数据院的原因呢 我们应发工资默认是求和 如果我们需要其他的汇总方式就需要来修改了 修改的方法是 我们将鼠标移动到数据透视表当中 汇总值的这一列任意导演格 单击鼠标右键 直接在这里的指挥总依据当中进行修改 我们可以看到 有求和技术平均最大最小等等 那么这里还有个其他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 这里有这么多 好 我们先取消 或者是什么样呢 我们可以通过里面的直字段设置来进行设置 好 这里面呢 有我们的汇总方式 我们现在要改什么呢 我们要改最大值 好 确定 好 第二列我们要改最小值 只汇总依据最小值 第三列 平均值 修改完成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汇总名称呢 不是很容易明白 那我们修改 直接修改比较一读的名称 这叫最高引发工资 最低引发工资 平均引发工资 好 修改完成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咱们这里的总计啊 因为咱们现在是按照每个职位呢 去统计了这三项数据 咱们这个总计在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么没有必要的总计 我们可以间其删除 选中总计 单击鼠标右键 直接删除总计 那如果我不小心误删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选中透视表 找到透视表工具 设计选项卡下 专门有一个总计项 我们展开来看一下 禁用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航空列将来如果有总计都不显示 那么启用呢 就是都显示 那么还有紧对行 紧对列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 去进行选择 课程的最后呢 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 本期课程的知识点 首先第一点 同一之段呢 可以多次布局 放在直去当中 进行多次的统计 第二点 在统计结果上 点击右键 可以快速的修改 我们的汇总方式 第三点 并需求 我们可以针对行业合力 来添加或者删除总计 好了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全背容 咱们下节课再见